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欣和Yanna 今天這條影片要拍的主題 都是令我非常興奮的 就是要拍開箱片 大家看到的題目 都會看到我們今天要開啥箱 試完就是3月底的某一日 Soyanne就突然發了幾個 日本中古代的網站的連結給我 就跟我說 這些網站今天全部都在做九折 而且是全球免運費 我就不斷上去看 其實這些網站我之前也看過很多次 我一直都沒有看 不是適合任何東西 就是那一天 很突然很隨便的 我看到這個袋子 我就覺得 嘩 叮一聲 很想買很想買 究竟為什麼我最終會選擇買這個袋子的詳細原因 我都不說了 在開箱後我們才說 就是這個盒子 我真的還沒開箱 它已經來了我家差不多一個星期左右 我很忍得手 一直都為了拍這條影片而沒有開 所以我真的不說那麼多了 真的太心急了 我們先開箱 你們看到它寄到來就是用了這個大的紙皮盒包 我是在Vintage Crew買過 如果有留意開中古袋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這個網站都是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日本中古袋網 它是用EMS寄來的 但它不是直接寄來我家 因為送到來家的時候 那兩天其實我家也不中壞了 所以我不知道它按鐘 變成這份件寄了回去油焗 變成我要自己去油焗 令中間還是一波三節 總之我去了油焗兩次 都是撲空 去到第三次我才拿到這個袋回來 然後回到家 我還要等了一個星期 我都還沒開箱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會忍得 好 我已經開箱了 Darren 我們現在一起拿這個袋出來 我買這個袋 是Celine的款式 它是沒有盒子的 這個東西是在我買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的了 還有我在開它出來之前 我想我也要跟大家說 這個袋在我買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知道它有一個很明顯的瑕疵 但我還是照買了 好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袋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這個完全是第一印象 哇 好漂亮啊 很好啊 還用這些bubble紙包著 讓我現在拆開它 好緊張啊 畢竟這個動作我已經等了一個星期 bubble紙裡面還有一個防塵袋 我覺得這個袋好像寫著我的名字 所以我才會買它 就是買了這款Celine的中古袋 是不是很漂亮啊 哇 我現在在鏡頭面前看它 我也覺得很漂亮 它這個尺寸比起我在網上看到 想像出來的尺寸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也跟大家說過 我買的時候是在做九折的 這個袋原價本身就是89800日圓 折了之後港幣折實了 我說信用卡收的錢就是5975元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細節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說了 它這個袋買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瑕疵 其實我剛剛一開 我第一次都是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這裡是花了一點點的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這個位置 所以我買的時候 我也想了很久 我發給很多朋友看 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那個瑕疵也算很明顯 因為它不是在底 不是在背面 而是在正中間 但我就不斷地說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款 那怎麼辦 然後也有些朋友說 算了 其實你買得中古袋 你就真的要接受它會有這個瑕疵 最重要就是自己喜歡 所以我再翻看了很多其他的網 我都找不到這個款 而且是這個顏色 這個款其實黑色很容易找 我會看到一些香港賣Vintage款的IG購物 也會有這個款的黑色 而且是很新鮮 但這個顏色真的沒有看到 我現在打開看看裡面 它只有手抽這個位置 是沒有長肩帶的 我其實最喜歡就是它這個扣的設計 真的很漂亮 它就是這個鎖在這個圈裡拿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就在這裡打開它 它裡面還有紙 等它運送過來的時候 不會壓扁 其實它的容量也挺大 我這樣看 而且它有兩層暗格 這裡有一格 另外還有一格有拉鍊 我買的時候沒有留意到 這個東西 完全是被這個袋的外表吸引住 它裡面真的挺新鮮 其實它的所有瑕疵都在它的正面上 除了剛剛跟大家說 這個位置有一條痕之外 這些位置你可以看到 都是有一點點油漬在這裡 我不肯定是不是油漬 都是一些肉眼看到的很明顯的痕跡 但是還是那一句 我自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為始終這個袋款 是我一看到完全是深深眼的狀態 所以我很滿意 這個袋子收到實物都 你過來啊 它剛剛回到你 你快點我開了這個袋 終於 我覺得很漂亮啊 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我又沒有覺得很明顯 沒有啦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除了這個 說一點點東西 哦 我閉眼只會看到這個痕 我看不到其他東西 因為我買的時候 它不斷跟我說 但是這條痕真的很明顯 然後我說是這樣的 中古代是這樣的 所以沒有 我沒有後悔 真的完全好 好啦 摸你的事 其他呢? 那些油漬 其實不是很割 這裡會有一點點 有圓形的圓嗎? 有圓形的圓 哦 一點而已 哇 光著了 這個袋是我的 給了錢的了 OK? 小小而已 其實說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間 去看一些中古袋的款式呢? 因為其實去年 就已經決定了 今年4月中 本身會跟朋友 飛去東京那邊 專門看這些中古袋的 因為上次Hatman去完之後 大家又可以看他的影片 其實他也有說到 一些關於他去完東京之後 買了幾個中古袋回來的影片 我覺得全部都很吸引 所以本身是決定去東京的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我在上一次看這個袋的時候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跟自己說 其實本身也打算去東京買的 現在不能去 不如就照上網買這個 當作是補償給自己吧 我也不知道補償這個是什麼心態 其實在我很早決定想去東京的時候 我一直看中古袋的款式 我也是喜歡一個 Fergamo的中古袋款 那一款和這款都是很相似 都是四四方方 然後有一個手抽中間 這裡有一個扣 那一款都不難找的 在中古袋的網站上 但是很多都是黑色 我其實是有想買過啡色或白色的 不過上一次看就看不到 剛巧又看到Selene這款 而且它還要是這個beige color 再加上金扣 假設是完全正中紅心的感覺 我剛剛在拍這條影片之前 我就打算找回Vintage Crew的網站 想去看看現在還有沒有做折 令我發現到一個更驚為天人的消息 就是除了它繼續做全球免運費之外 它還要做全網白折啊 白折啊 唉... 但是我從來買東西 我也是抱著那種心態 白折的話 這個袋我已經是不會買到的了 所以我又沒有覺得好後配太早買的 而且因為中古袋款 它不是像現在你走進店裡 想要那個袋子就可能會有一兩個 它就真的可能只剩1,001個而已 可能剛巧這個袋款其他店會有 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如果大家都是對這些中古袋有興趣的話 就看看你其實本身想買的牌子是什麼 好像Chanel那些 它很多時候都會寫明是什麼年份出產 甚至乎有些是會有那張卡仔 有盒也有機會的 那個網站就寫得很清楚的 好像今次我在Vintage Crew買 它就很仔細地寫明哪一個位置是有瑕疵 或者是有一些痕跡 所以如果買這些中古袋的話 大家其實都自己有心理準備啦 你買個袋回來 就始終不是實物見到 而且它始終是移手的 所以基本上都一定是會有些用過的痕跡在這裡 所以在買這個袋之前 其實我都自己想得很清楚 我究竟成不承受到這個袋來到之後 實物跟我看相片是不同的呢 我也想過自己是可以承受得起這個風險 所以才買的 結果我覺得這個袋跟我看相片 真的都接近90% 都90幾%了 跟我想像中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這次這個購物經驗總括來說 絕對是滿意愉快滿足的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